那 你会不会愿意 做我的女朋友 我爸一直希望 我可以嫁过女朋友 早点成家 那 你会不会愿意 做我的女朋友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你都听我这么多次了 作为回报 理所当然 再说了 扮演男女朋友这件事情 咱俩相当地默契 没问题 交给我 我是认真的 我爸说了 用婚姻敷衍她 这样对我太不公平 对我未来的太太也不公平 我觉得她说得对 算我这几年 其实也没什么生活目标了 你也常说了 你都不愿意回家 像个未亡人一样 我不也是吗 那么 我 我 真的想 努力地 试着 打开我的心 看能不能接受一段 好的感情 所以我想试试 能不能爱上你 你也认试 你凭什么一厢情愿地认为 我就同意让你试呢 你凭什么一厢情愿地认为 又为什么偏偏找我呢 我 我 我 因为我觉得 我一直挺欣赏你的 你也是我唯一一个女性朋友 这么久以来 嗯 我们也挺轻松的啊 那我 你觉得我应该 不差吧 就起码我们这根质底 你会放心啊 我听你说吧 好不好 你是因为知道我爱的不是你 所以呢 你心里就不会有愧疚感 然而你心里也绝对不会再爱上 其他女人 嗯 你嘴上说着恨恨恨恨 但是其实你就是死心塌地地爱着她 还行不太熟了 不你以前不常说吗 你说如果真的没办法了 等不及了 真的绝望了 我们俩就合着抽合过一辈子吗 终比跟别人结婚 爱别人好吧 所以 你现在的意思是绝望了 不等了 是 好的 那除了聂伯伯的病 还有什么原因啊